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喷完底漆后 把模具放入烤箱 烤箱由室温升到150度左右 温度达到150度后 保温5-30分钟 然后把模具拿出来 准备喷面漆 面漆可冷喷 也可热喷 热喷指模具刚出烤箱拿出就喷面漆 热喷容易喷厚薄不均 适合老手 冷喷容易流贯 也需留意 建议冷却到50-70度喷面漆 喷完面漆后放入烤箱烤380度 切记 不能马上放入380度的烤箱 皱热会让涂层发花或模具开裂破损 由150度左右时放入 升温到380度 达到380度后 保温10-60分钟 保温时间长短 要看模具的大小 烤完之后 不建议马上拉出炉 特别是厚薄不均或精密模具 皱冷会让模具变形 甚至开裂 这个是喷好的效果 光泽式中光 喷特弗龙涂料重要两个因素 一 是选择合适的涂料 二 控制烘烤的温度与时间 特弗龙涂料喷涂之前需要